记者吕一轩台北报道,作家李昂近日参加旅行团,从巴基斯坦要进阿富汗,但因中国新政策阻止阿富汗发签证给台湾人,因为是中国的一部分,要求他们到北京办签证。 李昂已行人被迫中断旅程返台。 外交部今天表示,经我与多个使馆联系,尽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回复要求台湾人出具中国大使馆证明,李昂已行人近日参加高榜旅行社的旅游团,原先规划从巴基斯坦进入阿富汗,但因中国新政策要求阿富汗停发签证给台湾人,而无法成行,以前一样的路线走过二,三使团都没问题。 中国不仅要求阿富汗领事馆不发签证,更要求该团到北京办签证,因为是中国的一部分。 一行人被迫中断旅程,规划从泰国曼谷返回台北。 根据外交部领悟局网站资料,台湾人申办阿富汗签证可前往阿富汗驻日本及驻韩国大使馆申请,仅需事先将申请资料备齐,即可复该等使馆地件。 外交部今天表示,我透过管道联系阿富汗驻中东的其他使领馆,查证台湾人的申请签证程序,也仅需备其相关申请文件,即可复该等使馆地件。 仅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回复表示,台湾人复该馆申请赴阿国签证,必须出举中国大使馆的NOC,无意证明。 Non-Objection Certificate 外交部说明,NOC为印度四大陆,如巴基斯坦、孟加拉、尼泊尔等国家,国家政府部门于受理签证时,习惯要求的文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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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